拜年了 拜年了 哎呀 又到春节了 打心里就这么痛快 郭德纲 于谦 代表北京德云社 向辽宁的父老拜年 祝各位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国年好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 两个人上台给您一个人的掌声 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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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热情 非常高兴能够站在聊台的春晚舞台上 对 打心里高兴 有四年不在电视上说相儿了 是 所以有这么一机会 我挺痛快 挺高兴 我们哥俩今天正好也合作 是第十个年头 整十年 我很感慨 是吗 非常感慨 如果说郭德纲 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 那么完全得利于我自己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啊 给你提个醒啊 你说 你以后要不打算介绍 我就别往我这比划一下行吗 我没说完呢 你接着说啊 单丝不成献 姑母不成林 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 这对 没有人家的帮助 能有今天吗 不敢 借聊台一方宝地 我要好好地感谢一下我的夫人 谢谢 您这说的里头到底还有我没有啊 有你啊 说我呀 没有你我早就红了 啊 早红了 我一直搅和来呢 哪能没有你啊 是 好哥们好兄弟好伙伴 好搭档 我们俩的交情特别的好 对 我说句良心话啊 啊 余老师简直就是我亲生的朋友 哎 什么话呀 您这就啊 啊 朋友还有亲生呢 不是 我是他的生前好友 哎 我死了 不是 您这什么怎么说话呢 我 啊 我们俩人闺蜜 啊 闺蜜 好 这还不对 哎呀 您都没弄清楚这句话怎么讲 怎么回事 女孩说闺中闺友 这是女孩说的话 啊 我们俩 闺蜜 闺 闺 闺 俩糖水炖王吧 什么话 啊 闺蜜干嘛呀 用不着这词 我们俩个交情好 哎 说好就完 我都崇拜您了 谈不到崇拜 台上台下 不管是艺术 还是为人是这份的 您还捧我了 家里也非常的好 家庭倒是不错 嫂夫人温柔贤淑 我媳妇 孩子也可爱 对 你不能不承认遗传 哦 于谦的儿子八个月就能说话 哦 他语言早 表不齐啊 啊 你看看 真的啊 说话倒是早 别人家孩子 咱真见过呢 一岁半了 两岁了 说话还秃露了 哦 于老师的儿子 八个月 他早啊 说话 说吧 当初就说 说什么呀 发票 你看看 卖发票去了 这谁给他灌输的个词 家庭熏陶吗 没有熏陶 一岁的时候玩积木 玩得多快 小孩都玩积木 拼马的一块 对 一推 忽了 好嘛 小时候没小 汉大人打麻将 就是 向您学习 这学什么呀 学您的家庭 哦 家庭特别的好 对整个社会都是个贡献 和谐了吗 就 我也是个上进的人 您哪 我很希望我能够了不起 那是好 哎 有一个那个 世界上的叫什么 富豪的排行榜 你知道吧 我听说过 有这个 这个 服不服排行榜啊 服不服排行榜 服不服 服谁呀 服不服吗 不对 服不思排行榜 服不思的 服不思的 说的不像话 我每天都看 看这排行榜 我看看有我没我 哎 怎么老没有 是不是印错了 哎 啊 我跟您说啊 嗯 有你才印错了呢 知道吗 怎么这样说话呢 废话 我很希望好 气密心 过上好日子有错吗 那倒没错 是不是 那凭什么好多人我看着 哎呀 我都替他们难受 哦 一天到晚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哦 开个二手的车 住个二手的房子 娶个二手的媳妇 啊 啊 凭什么呀 媳妇还娶二手的 我们要过上好日子 人人都富强 那是好的愿吧 是不是 嗯 我现在住的房小 小 哎 不远处小区新开盘了 那您换一个 小区的名字好听 叫什么呢 魔幻城堡 听着就那么诱人 意大利的风格 三千块钱一平米 那不贵呀 白给一样嘛 就是便宜 我到那一看 嗯 真是意大利风格 怎么见得呢 那房子都歪着呢 按鞋咋那么盖着呀 这就叫意大利风格吗 手楼小姐还跟我说呢 啊 你要买可快买 为什么呀 我看着意思坚持不了几天了 哎 这就要他 我说那里也不能 三千块钱一平米我们都花 谁告你三千 不是吗 五万 那这三千哪来的呀 三千是物业费 哎 我们俩这正矫情这呢 嗯 刮了一阵风 嗯 整个小九楼 哎呦 没了我一看对 怎么对呢 人家说的实话 说的是 魔幻城堡 这不变没了吗 这不就 这是变没的呀 那是怕了 哎呀 我得追求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呀 这房子没有了 您还怎么追求啊 不买房买点别的吧 想起什么来的 人都说有钱的人都买宠物 啊 有钱的人爱养个小宠物 我养个宠物 这个不犯歹吧 这不过分 培养我的爱心 对了 啊 不远处有宠物市场 那您去一趟 小猫小狗小鸟 卖什么都有 我一去 挺全 梅花鹿也有卖的 就是鹿 大鹦鹉 元宝鸡 养的人多 我这都好玩吗 好玩 人家挺客气啊 还有卖鸡 你喜欢买就买吧 是吗 我们这 你看各种东西都有 小鸡也有 小鸡仔 跟地上跑 我一琢磨这挺好 从小养有感情 对啊 小鸡好玩吗 好玩 怎么好玩 我们有一只小鸡 跑得特别的快 鸡跑得很快 那我来这只 养它 这只不买 这怎么不买 我说你这太杠了 我给你一千块钱 一只鸡一千可不少了 不买 起迷信 两个钱 不买 还不买 三千 干嘛呀 不买 我来这 你要疯啊 三千块钱买一只小鸡 你都不卖 就是 我跟您说 不是不卖 怎么回事 我追不上他 好嘛 这鸡指不定跑多快呢 这 不让养了 人家就没法养了 还有小狗呢 养狗 买小狗 太可爱了 是啊 这个小狗血统很纯正 是吗 精斑 博美 西施 藏翱的串 这狗 他们家属不定多乱呢 太可爱了 给钱能回来 没话 他要到极致 怎么美话呢 找一个美容院 给狗拉双眼皮 给狗美容 拉双眼皮 好看 是啊 一天的功夫 接回来我一看 漂亮吗 怎么上下双眼皮 下边也给拉了 我去问去了 我这怎么回事 说说吧 咱们改千层饼了 就是 我跟您说 开业大酬宾 拉两刀送两刀 没听说过 动手术也送嘛 这不像话 这不好看 我说这狗 这毛能不能烫一烫 这毛 给狗烫个头行不行 烫整个都烫 可以 可以啊 那打算烫一什么样的 挑个样式 我说这样 你就给这狗啊 烫成鱼签那样 就行 说我干嘛呀 给狗烫话 你说我干嘛 你这个头烫得特别的好 那也不能跟狗那么说 留下吧 真烫啊 一天半烫完了 接出了一看 怎么没毛了 改您这发型了 因为什么呀 这没毛了 我也纳闷 我说这怎么回事 这呀 我可花了钱了 对不起 火大了 火大了 拿什么烫呢 拿微波炉当 我 改厨子了 我一扫去嘛 原来他干烧烤的 你瞧怎么样 我得给这狗 赶紧想折呀 还得没容啊 毛都没了 怎么办呢 整容去吧 整容 人家说 韩国那是有整容的 有这技术 给狗托运 买张机票 飞韩国 真下功夫 坐在飞机上 我瘦了罪 怎么呢 我运高啊 哎呦 这晕着 肚子里面来回 这刀等着 实在不行了 我都要吐了 再出去吐都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我旁边临坐这 坐着一位睡觉的 戴着眼罩 着了 闭着眼 我一看 我实在等不了了 您呢 我就在他胸口这 哎呀 多恶心 他没醒 还没醒 我也没说话 擦嘴等着 飞机落地 他那一睁眼 我赶紧问他 你好点了吗 什么人呢 这是 您坐完了 您问人好点了吗 坐完就好受多了吧 说你健康 这位也傻 下飞机 领这狗 坏 我不认识到 到了异地了吗 我也不会说韩国话 那是万幸 怎么办 路边站着一哥们 手里拿一纸壳 不写着俩字 带路 韩国也有这人呢 我这个 我找一 给狗美容 狗 然后你 别和 给弄 这真能别和看懂了 点点头 给我领在那 我一看 狗肉馆 吃了 不是不是 不是大刀 小刀 拉眉毛 他明白了 这回庆祝了 是韩国人 是日本人的 怎么日本话都出来了 谁知道去 带到美容院 跟人家说 人家懂 人家明白 弄这个都不叫这 这是常事 看人家美容师 大口罩 大眼镜 白帽子 白的罐 就五颜了 一瞧就是高手 那是 把这狗弄进去 有二十分钟 手术就成功了 那么快 抱出来 我一看 怎么样 不太漂亮了 我这狗 好看 金巴伯美 提尸 脏鸥的串 别提这四样 有一个新的形象 展现在我的面前 什么样 大长耳朵 俩大门牙 跟地上蹦 吃胡萝卜 你先等会等会 你先说了 这狗送进去 怎么改兔子了 这出来 太高科技了 就是长耳朵 大门牙 我也纳了门 这回去没法交代 就是啊 本来他们家 就够乱的了 送尸 金巴 行了 帐狗 这加一兔子血统 这还不是 这不是我那个 对 你必须还给我 得换 怎么说他都不理我 不承认 我真奇了 今天不还我那血统 纯正的狗 我今天跟你没完 还纯正呢 大夫都乐了 你跟我没完呢 是 以摘口罩 怎么样 飞机上你还 吐我一身呢 这块儿放上 这块儿放下来 这块儿放下来